大家好,咱们平时看新闻呢,经常会看到这种新闻,为了积功德去放生,往河里放金鱼,放鹿龟,往山上放毒蛇,甚至往河里放那种生物灭绝者,巴西龟,他一放也好,所有河里的生物都被吃干净了,还要给矿泉水放生呢,其实这种行为古代也有,论荒唐程度丝毫不比现代人差,今儿咱就来聊聊放生的历史。 咱们今天看放生的都是佛门中人,在中国古代佛教没有传进来的时候,统治者就已经玩上放生,他们玩这个不是真的爱护动物,而是显示自己有好生之德,借此拉拢人心。 春秋时期,晋国的士大夫,赵氏孤儿里边,赵武的孙子赵俭子,每年都会找一天让底下人给他进县班纠,赵俭子在赏完手下人之后就把这个班纠放生,他要是真的爱护班纠的话,没有必要特意让人给他进贡。 放生就给别人看的,齐宣王也一样,齐宣王偶然间看这个牛被拉去献祭,觉得可怜,就要放了他,敢用羊祭祀。 孟子评价说齐宣王啊,仁德之心倒是有,但不爱之心还是不够,牛的命是命,羊的命也是命。 齐宣王要真的不舍得这些动物,就应该取消用活物祭祀,把牛换成羊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。 等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,放生行为就变得更加普及,因为在这个佛教的教义当中,众生平等啊,人跟这个动物啊都是平等的,特别是这些动物,很有可能就是你前几世的父母啊,所以呢不杀生,不能伤害众生啊,在众生这个被伤害的时候应该去救助啊,应该去放生。 那么这么一来,皇帝们放生的规模更大,而且更频繁,当然了也是都为了收买人心趣的。 安史之乱一爆发,唐宿宗在领武登基,并姚尊他爸玄宗为太上皇,把玄宗身边的太监侍卫能撤的都撤了。 玄宗晚年过得十分凄惨,宿宗对他老爹这么狠,自己也不安生,生怕呢自己将来也是这么个下场,于是呢就拿放生来让自己找安心。 全国八十一个地方设立放生池,续养鱼虾,禁止人们捕捉,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还为这些放生池专门书写了碑文。 宋朝也一样,徽宗皇帝在皇宫内设立秦苑,专门饲养各地朝贡的珍稀鸟类,等到金兵南下,朝廷上下都没了置敌之策。 徽宗下诏,将园中所有的鸟类通通放生,并且呢靠这样祈求啊,上天连诱,但事实证明上天并不吃你这一套。 宋宗临死前被太监控制,在病床上眼看着太监杀了他的皇后和儿子。 徽宗呢则是遭遇了开封沦陷,连带自个儿整个皇室都做了金国人的阶下囚。 跟皇室放生呢是孤明钓鱼相比,宗教放生行为呢倒是更纯粹,更虔诚。 一些高僧大德会身体力行,号召民众放生。 随朝高僧普安每年都会在民间举行祭祀的时候献身说法,告诉人们把牲口放了。 有一次呢赶上村里祭祀杀猪,他就要把猪买下来放生。 村民一看呢有利可图,就狮子大开口,成本一百的猪要卖普安一万。 普安没钱买,情急之下拔出刀来,搁下自己的大腿上一块肉,跟村民说我这个也是肉。 而这猪呢是吃食长大的,肉脏,我这个肉是吃五骨长出来的,比猪肉更金贵。 拿出来供奉祖先也更虔诚。 村民们没见过这场面,当场被吓傻了,这才当着普安的面把猪放生。 五代十国的这个永明大师平生呢也喜欢买物放生。 早年俗家的时候啊,他当吴越国渔航县的酷吏,经常挪用酷钱买鱼虾放生,因此呢犯了一个坚守自盗的罪名。 一律因处死刑,吴越王信仰佛教,对这样的一个人呢也感到有些好奇。 于是跟监展官说,到时候注意观察他的严容磁色,如果他被吓得多得缩缩,就直接斩手。 要是表现的不害怕,就前来禀报。 行刑的时候,大师身临行躺,脸上毫无忧气表现。 监展官一禀报,吴越王就问,你为什么不怕呀? 大师说,我虽然挪用公款,但我不是贪污,全是为了做功德。 今天我死了,肯定去西方极乐世界,有什么好怕的。 吴越王听了他的话,大受触动,就赦免了他的罪。 大师从此出家为僧,后来呢还被吴越王封为国师。 在这个宗教的带动之下,佛门的俗家弟子也愿意通过放生来积功德。 王安时晚年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,坚决主张不杀生多放生, 在家里挖了一个养鱼池,平时手下人给他送的礼物有活鱼, 他就把活鱼放进养鱼池。 一般民众更是放生的主力军,自唐代以后,民间放生活动非常流行。 民间大规模放生啊,一般集中在岁末呀,佛诞日啊,这样的日子里举行。 放生的时候呢,一般都选在天然湖泊或者江河。 到时候呢,社会各阶层人士都会赶来举办放生会。 就跟咱们现在的庙会一样热闹,有一些小商贩还在放生会上准确抓住游人的心理。 知道他们都是来放生做功德的,小贩自就带来一堆花鸟鱼虫, 专门等着被游客买走放生。 等游客放完,他们再把这活物都捞回来,等着下次有机会接败。 其实啊,中国古代放生会大部分都是这个流程, 放来放去就成了一部分人挣钱的良机。 连慈禧太后都被他们玩弄于鼓掌之中。 慈禧晚年有个贴身女官玉德林,她就写回一路,提到慈禧放生。 老太后终身笃信佛教,每年都要在自己生日这天坚持放生一万多只鸟。 这些鸟呢,是用太后自个儿的钱让太监从外部市场买回来, 鸟都要提前养好,等生日这一天统一放归山林。 慈禧一边放,一边念念有词,大概呢,就是让这些鸟啊别再被逮了。 不过就在它放的时候,早就有太监在山林里等着, 他们把这些鸟尽数抓到手,在倒卖给负责放鸟的太监。 等于呢,这边的太监是一边购买一边放, 那边的太监呢,是一边捕捉一边卖,双双得利。 唯独呢,蒙在鼓里的是老太后。 而且呢,根据这个德林的记载啊, 放生的间隙,总会有几只鸟不飞走。 当时C太后不理解,李连英就跟他讲, 这是因为老佛爷您太仁慈, 所以这几只鸟想永远待在太后身边。 真相是什么呢?这几只鸟是经过精心训练的, 平时呢,这个脚啊,都用铁链子拴的, 鸟啊,飞一飞不起来,时间长了, 它就不习惯飞了。 所以这几只鸟不是不想飞, 而是自认为想飞也飞不走。 这些放生行为跟今天非常像, 咱们现在呢,经常会看到这河里上游有人放生, 下游就开始捞鱼。 其实呢,除去那些信仰特别虔诚的人, 他们放生可能真的是有某种情怀在里边。 其他人放生全程啊,跟爱护生命一点联系都没有, 它只是一种行为, 人们拿它呢,做一种自我感动, 其实更多的按今天的话讲啊, 就是装逼。 好了,关于古代人放生, 咱们今儿呢就聊这么多,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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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